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受不到女人对她的暗示 所以女人在得不到男人的感觉之后 就会悄然的离开 对于很多的男人来说 她是很老实 表现得很木讷 不知道该怎样去和女人相处 即使和女人说上一两句话 也会非常的害羞 所以很多男人找不到自己心爱的女人 或许是因为他们看不懂女人给她的暗示 两个人在交往时 女人一旦对你有意思了 才会主动的给你一些暗示 男人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最终让自己后悔一辈子 首先是女人她总想约你出去 如果你发现这个女人她有事没事 总想约你出去的话 证明这个女人她对你有意思 甚至已经爱上你了 一个女人只有在喜欢上一个男人的时候 她才会单独想和这个男人出去 哪怕只是找一个公园静静地坐着 她在心里面也会非常的开心 女人如果不喜欢男人 她根本就不会单独和这个男人出去 即使这个男人给她买再多的礼物 给她制造多少惊喜 她也不会和你出去玩耍 因为在她的心中 只愿意为自己心爱的男人去浪费时间 她会花更多的时间和这个男人在一起相处 觉得只要和自己喜欢的人待在一起 内心是非常高兴的 其次是根本不愿意和你有肢体上的接触 如果你发现一个女人从来不会拒绝你去触碰她 你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女人很随意 她只是很爱你 所以才愿意和你有肢体上的接触 一个女人只有在爱一个男人时 她才会愿意和这个男人有更多的接触 如果这个女人压根就没有看上你 即使你想去触碰她 她也会拒绝 何况是身体接触更不可能 如果你发现女人从来不拒绝你对她有肢体上的接触 那么这个女人或许会给你下一步的暗示 让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更加的微妙 最后是总是买很多的礼物送给你 男人如果发现女人总是买很多的小礼物送给你 那么你就应该意识到这个女人对你有了意思 女人只有在喜欢上男人的时候 她才愿意花钱去买礼物送给男人 如果她不喜欢一个男人 她绝对不会为了你去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更不会花费自己的一分钱去买礼物送给男人 男人你更加要懂得女人对你的用心 总之证明一个女人是不是已经喜欢你 就要看她愿不愿意给你这些暗示 如果女人一旦给了你这些暗示 那么你就可以去大胆的追求她了 最后你可能会收获不一样的幸福 男人更要抓住这个女人 不要让她逃离你的身边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有什么宝贵意见的话 欢迎评论留言 我是小九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